近期央视公开了我国055驱逐舰上装备的新型弹道式反舰导弹的影响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公开这种新型反舰导弹 珠海航展上已经公开过这种新型弹道式反舰导弹的照片 网上称这种新型反舰导弹为英机21 但官方没有公开其型号名称 我们就暂且称其为英机21 有人把英机21称作是东风21D的舰载版 或者轰6N机腹下挂载的机载弹道导弹的舰载版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虽然其弹体设计有类似的地方 但区别还是很大的 首先 英机21的弹体比东风21D小很多 英机21能放在吹发系统里说明其弹体直径肯定小于0.85米 而长度也会小于9米 而东风21D的弹体直径是已知的1.4米 明显要大很多 轰6N机腹下挂载的机载弹道导弹实际上也要比英机21大很多 轰6N机腹下挂载的机载弹道导弹有两种 一种是类似东风时期的型号 其弹头是和东风时期类似的乘波体弹头 其弹体直径在1米左右 实际上更接近于东风时期 另一种是双追体弹头的型号 虽然看起来和英机21比较像 但是其弹头长度和英机21也不一样 明显更短 而且弹体直径明显也比英机21更粗 所以英机21和东风21D的舰载版 轰6N机腹下挂载的机载弹道导弹的舰载版都没有关系 是一种新设计的弹道式反舰导弹 英机21的设计是非常独特的 导弹采用两极设计 但是第一极和第二极长度基本相当 第二极看起来非常长 这就意味着第二极并不是像常见的弹道式导弹那样 只包含弹头部分 而是包含发动机部分 这种设计其实和东风时期是很相似的 东风时期的第二极其实也是包含发动机部分的 这就意味着英机21在弹道末端仍然是有动力能力能进行大范围机动飞行的 不像普通的弹道式导弹只能沿着固定弹道飞行 从英机21的气动外形来看 其飞行弹道是非常独特的 可能整个飞行弹道都是比较低的 完全在大气层内飞行 不会像普通的弹道式导弹那样飞出大气层 英机21的弹道高度也会有几十公里 以减小空气阻力获得足够的射程 而飞行末端会实施开启第二极的火箭发动机 依靠第二极幕尾的死片空气度控制飞行姿态 进行大范围高过载机动飞行 以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 这样的好处是二极火箭发动机的红外信号可以被大气层遮挡 不容易被弹道导弹预警卫星发现 拥有这样的性能足以有效打击地方的航母战斗群 当然打击其他水面舰艇也不是问题 从公开的影响来看 应季21弹道式反舰导弹采用了双锥体弹头设计 我们知道弹道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能力 通常都需要更高的飞行速度 更远的射程和更加复杂多变的飞行弹道 相对于承波体气动外形 双锥体气动外形的生力系数是不如承波体气动外形的 而生力系数对于高超音速导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生力系数越高 弹头获得的生力就越大 为了获得生力付出的阻力就越小 那么就容易获得更大的射程 而且生力系数越大 生力越大 同样的能量就可以进行更大范围 更加复杂的机动 我国的东风石器弹道式导弹已经采用了承波体设计 这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先进的承波体设计 但是为何放着更先进的承波体设计 不用而要用更落后的双锥体设计呢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垂直发射模块的体积限制 我们知道我国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的尺寸最大 可以达到0.85米乘0.85米乘9米 能放在吹发系统里说明新型弹道式 反舰导弹的弹体直径肯定小于0.85米 而长度也会小于9米 这就限制了英机21的弹体尺寸 如果新型弹道式反舰导弹也采用承波体设计 扁平的弹头必然会限制弹头的重量和体积 造成弹头的尺寸会比双锥体要小很多 这会严重影响弹头的威力 不利于充分利用吹发模块的体积 实际是不光是弹头受到了吹发系统的限制 英机21的射程也受到了吹发系统系统的限制 总和各方面信息分析 新型弹道式反舰导弹射程应该在1500公里左右 目前来说还算够用 以美国为例 其航母舰在战斗机作战半径 大概在700多公里的样子 这样虽然性能受到了吹发系统的限制 但好在能放在现有的吹发系统里 不光055可以装备 052D也能用 英机21以1500公里左右的射程是可以做到防区外发射的 但是几年后随着6代机的服役 舰在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会大幅增加 因为6代机作战半径有1800到2000公里 再加上还有MQ25这样的无人空中加油机 所以6代机舰在版的活动半径会大幅增加 有可能会超过1500公里 这样英机21就无法做到防区外发射了 英机21的作战能力将大打折扣 为了保持技术优势 我们实际上需要进一步提高英机21的射程和性能 但是吹发系统的尺寸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就必须要研制尺寸更大的吹发系统 其合适的布置位置就在055后部吹发系统前面的那个平台上 这里的高度比后面的吹发系统又高了3米左右 可以让吹发的长度提高到12米左右 而口径方面也可以突破原来的0.85米口径的限制 我们的建议是提高到1.7米 这样是可以保持和原来的吹发向下兼容 也就是一个模块里可以放4个原来的弹药模块 无论是9米长的还是7米长的都可以 或许这样的吹发系统已经在055上面了 那两块盖板下可能就是 有了更大的吹发就可以把东风湿气的弹头移植过来 甚至可以做得更大 也可以把东风21D的弹体改进移植过来 导弹的射程和突防能力就能进一步提高 甚至射程提高到4000公里以上都不是问题 如此远的射程 应激21的支导靠055的监载侦察探测系统可能已经不够用了 不过这也不是个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有完善的天机侦察指挥信息系统 全世界有近一半的对地观察微信都是我们国家的 数量世界第一 如果和航母战斗群一起作战 还能依托舰载预警机来做引导 因此完全不必担心 应激21的性能发挥不出来 应激21导弹比俄罗斯的高尸导弹先进在哪里 我们知道 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作战半径在600公里左右 舰载机上发射的导弹射程大概在5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应激21导弹的打击 已经超过了航空母舰的攻击半径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受到航空母舰狭小甲板的制约 航母打击半径都不会有太大延伸 目前 最大航母的甲板长度不会超过350米 制约了舰载机起飞 降落重量 因而也限制了机载导弹的大小 射程 除非能造出排水量100万吨的航母 把甲板的长度延伸到700米 高尸导弹的射程只有1000公里左右 而且速度只有9马赫 应激21的射程不仅比高尸导弹高出至少50% 而且速度超过高尸导弹一倍 可以达到20马赫 很多人认为应激21的飞行速度 只能达到6道10马赫 这是不对的 高尸导弹的飞行高度为28公里 应激21的飞行高度超过一倍 必须速度要高 如果速度比20马赫低 就不会产生足够的生力 它会掉下来 这就好像为什么螺旋桨飞机飞不到很高的高空 就是因为速度不够 机翼的生力有限 应激21是如何做到20马赫高超音速巡航的 应激21导弹既是一种弹道导弹 又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弹道导弹 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特殊种类的反舰导弹 因为它的体积太大 以前只能从陆地上发射 国际上公认大基层的范围是从地表到100公里 这个分界线被称为砍门线 100公里以上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真空 太空 从地表以上20公里到100公里 这个空间属于临近空间 它的特点是大气虽然非常稀薄 但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 又不能被忽视 在20公里以下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大气层 传统弹道导弹是靠火箭发动机 直接把导弹送入真空中 然后在真空中飞行 扑到目标上空 这个动作应激21也可以做到 但是应激21还可以在距离地面60公里的高空 像飞机那样飞行 但是需要使用喷气动力 这种特殊的喷气推进动力叫做脉冲暴震冲压发动机 简单的说 就是用燃料在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来压缩空气进行点火 由于爆炸冲击波的压力是恒定的 燃气做工的过程是一个等压做工过程 这个过程的效率 比一般涡轮动力的喷气发动机效率要高一倍 如果暴震的脉冲达到100赫兹 就可以产生连续的推力 这种发动机的结构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转动部件 但是难点就在于如何在20马赫气流冲击下 把火点着 因为燃机21导弹太先进了 所以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最神秘和最知名的导弹 为什么说燃机21导弹是最知名的 现有的导弹拦截系统只能拦截地面0高度到50公里高空 以及100公里以外高空的导弹 所以俄罗斯的告示导弹是有可能被现有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的 但是燃机21导弹在60公里高空飞行 无法被拦截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导弹 它飞行的路线都是跑物线 所以被称为弹道导弹 这个弹道是固定的 只要测量出飞行轨迹上的三个点 就能够反算出它整个的轨迹 这就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导弹的原理 传统的弹道导弹 它绝大部分飞行路径是在100公里以外的真空中 用来拦截在真空中飞行的导弹的拦截器 一般被称为KKV KKV的主要结构有撞击器 红外凝视胶平面阵列探测器 以及姿态控制发动机 这种拦截器使用红外探测器探测来袭的弹头 同时使用小动量发动机调整飞行轨迹 在接近拦截目标的时候 张开一个巨大的散鼓一样的撞击装置 把被拦截目标撞碎 KKV上的红外探测器必须在低温下工作 所以在真空中是最适合的地方 因为那里的温度接近于绝对零度 假如把KKV拦截的高度降低到60公里高空 和大气层摩擦产生高温 会让红外探测器致盲 所以从工程学员理来说 在50到100公里高空飞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只有定向能武器有可能拦截 但是目前用导弹搭导弹的方式是不行的 而且 英机21G可以在大气层外飞 又可以在临近空间飞 弹道可以形成多种组合 增加了探测难度 如果评选一种世界第一反尖导弹 那么飞行机21莫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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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扮转 率有用的